小姐 我們現在要談女窗的款式 我要做落地玻璃窗 好大好漂亮 我好多錢的 不怕 或者這樣說 落地玻璃來說 在你們屋苑未必可以 不行 有錢不收嗎 不想做就別做 進行水電工程的時候 鋁窗工程亦會準備開始 那護主訂做鋁窗的時候 有什麼地方需要留意呢 第一就是看圖紙確認內容 在生產鋁窗之前 師傅一般都會出一個鋁窗的圖紙 讓護主去做確認 這個時候 護主就記得看清楚當中的內容 例如一些教位會否互相頂住 例如一些耿窗的位置 開合的方式 又或者是鋁窗的顏色 是否合乎自己的需要 第二就是談清楚鋁窗的用料 鋁窗也有不同的厚度 當中包括是38 料 40 料 45 料 50 料 不是55 料 所指就是鋁窗架側面厚多少mm 不同的厚度也有不同的價錢上落 一般香港市場建議用50 料就足夠了 而至於玻璃方面 當中最常見的就是普通玻璃 又或者加音玻璃 可以適合自己的需要 如果沒有特別提出 師傅都會提供普通玻璃 但大家記得留意 普通玻璃和加音玻璃 當中的價錢都可以相差一倍或以上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 在傾圖紙的時候 就向師傅提出 第三就是了解管理署的指引 鋁窗牽涉到外觀上的問題 所以也會受到屋卷管理署的要求限制 而根據我們顧問同事的經驗 有部份的管理署也會嚴格要求 需要入職才可以開工 而入職也需要有關的政府部門審批 增加時間成本 而師傅也會有額外的收費 所以在開工之前 記得打正清楚 就要解回鋁窗管理署的一般做法